大家好,情节快乐 感谢国会过这个机会 在这个大会上能为我的先生人权律师高之胜讲话 感谢你们关注高之胜受迫害的案件 我的先生高之胜是中国移民律师 他始终为中国认出群体维护权益 例如为强制拆迁的市民 为农民工,为上榜群众 为受迫害的基督徒 为受迫害的法能工学员辩护等等 他这些主持正义的行为 使他自己招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 正如高盛所说 在中国律师只要进入人权案件 他自己就变成官方迫害的被害者 2005年11月 他拒绝官方要求他放弃那些敏感案件 政府强行关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 并吊销了他律师执照 2006年8月 警方突然绑架了他 并以握合孩子做人质 强迫他认罪 最后中共当局以煽动国家安全罪 给高盛定了罪 并判三年还五年 在缓刑执行的五年当中 他就有六次以上的枪制 绑架失踪 家人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 2007年9月 高盛又被绑架走 那次是因为他给美国国会写了一份公开信 揭露中共政府 因为举办奥运号 而践踏和无视人权 在那一次五十天的绑架中 他遭到中共当局令人发指的酷刑 被六七名警察戴上黑头套 脱到一间房间 曝光的衣服暴打 之后四名四个警察 又能用电一网 垫去他全身和绳织器 令他痛苦的满腻打网 泪如雨下 以支持他失去知觉 他醒来发现自己是全身浸泡在尿液中 原来这些警察在他昏迷的时候 往他身上撒的尿 直到第二天早晨 他们又用五只香烟讯高盛的眼睛和鼻子 还用牙签炸他的绳织器 他们就这样使用各种不同的酷刑 折磨得到 他第三天下午 高盛肯请求他们进监狱 警察却说你想进监狱做梦 我们想让你什么时候消失 就什么时候消失 并说便去折磨他 一直到天黑 自我高盛的眼睛被香烟讯的增不开眼睛 皮肤被垫的 垫的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肤 高盛所受的这种酷刑 只是多次酷刑中的其中一次 为了保护两个孩子 我带着两个孩子 2009年远远逃离了中国 高盛得在2009年2月再次遭到绑架 他这次失踪一年多 2010年4月 高盛被安排于美联社的短暂采访出现 他再次披露了他这一年多所受的非人折磨 之后高盛又再度失踪 最后一次与高盛通话是2010年4月17号 那天也是女儿的生日 此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女儿常常不念 爸爸竟死了 他因为过度的思念而父亲而精神崩溃 我的儿子也没分父亲结 就喊着眼泪告诉老师 我没有爸爸 最近听说高 网上最近说高盛已经被警察打死了 我们又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之中 2011年12月 就在高盛缓信7到7的前4天 在高盛失踪了20个月后 中共通过新华日报阴谋版发布消息说 撤销对高盛原来的缓信决定 未来三年他应该在监狱 这个消息是在圣诞节传来 元旦高盛的大哥受到新疆沙哑监狱的通知书 元月10号我的父亲即高盛的大哥 千里挑角赶到新疆沙哑监狱 看高之声 欲方拒绝家人的贪视 有人问我这个消息证明高盛还活着 不让 是不是你应该很放心 不让见 我们怎么能相信高盛还活着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总在撒谎的政府 我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我和孩子保护 使我们能够免受中共的抛害 使我能够站在这里能为我的先生讲话 我希望能够拜见奥巴马 希拉里 拜登当面称情 请求美国最高 高层研究我的先生 使我的先生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与家人团聚感谢你们今天给我这个讲话的机会 我很高兴回答大家的所有问题 最后我请求 我请求国会通常下列的文章 作为永久记录 以用于了解人权律师高之声和帮助高之声 一是蔡周华案件 是基督徒的抛害案 然后是三份公开信法轮功的抛害案 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 第四个是美来社的采访 我请求国会通常下列的文章